明星电影公司购买了张恨水小说提笑因缘的电影改编权 还在契约中禁止他人将小说改编成戏曲等进行演出 为此他们对拍演同名戏曲的顾无为穷追猛大 不料顾无为非但没有被击垮 反而只用了一个小小的招数 就让明星公司陷入了全面的被动 那么顾无为究竟使出了什么招数呢 历史学者宋连生将为您讲述 提笑因缘双包案第三集 老冤家存了空子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上次我们讲到张诗川发现顾无为 在南京大西院演出新剧提笑因缘以后 没有任何事先的警告与交涉 直接一纸诉状把顾无为告上了法庭 张诗川为什么要这么做 难道他与顾无为之间有什么过节吗 的确如此 张诗川与顾无为此前没有少打交道 早在1914年 张诗川帮助他的舅舅金英三掌管民名新剧社 书为正在民名新剧社做演员 民名新剧社主要演出文明戏 所谓文明戏又称时装新戏 传统戏的演员在舞台上都是制式的服装 还有特定的脸谱 而文明戏则学习西方话剧的样子 演员表演什么角色就穿什么样的服装 面部化妆也根据剧情需而定 在民国年间这种文明戏又充新剧 一度很流行的 而顾无为则是文明戏领域的资深人士 我们在前面讲过 他在清朝末年就演出文明戏 而张诗川在进民名新剧社之前 从来没有接触过这类东西 如今却凭着亲戚关系来掌管剧社 这让顾无为很看不上眼 平时也就不给他好脸色看 两个人第一次打交道就不是很愉快 一年以后张诗川的另一个舅舅金润三 在上海南京西路开办新世界游乐场 百戏杂陈生意兴奋 张诗川就又去给金润三当帮手 几年以后金润三去世 金润三的妻子也就是张诗川的舅母帮郭真 接受新世界游乐场 王国真缺乏管理经验 欲试多倚众张诗川 而这个时候呢 原来在金润三手下的黄初九 离开新世界 办起了另一家游乐场 取名大世界游乐场 两个游乐场形成激烈竞争 这个时候顾无为偏偏偏也加盟了大世界 成了张诗川的竞争对手 那个时候啊 商业竞争什么手段都可能用上 竞争对手常常就成为冤家对头 再后来张诗川与郑正秋 周建云等人合伙办了明星影片公司 顾无为随后也办了一家大中国影片公司 两个人都加入到新行业中间 但彼此的冤家关系没有变 明星公司的作品讲究质量 追求品位 而顾无为则更加重视票房收入 有时为了票房不惜降低艺术品位 两个人呢 是谁瞧着谁都不顺眼 我们前面讲到 1930年秋 明星影片公司从国外购买了四达通录音机 准备将啼笑音源拍摄成有声电影 与此同时 明星公司还在拍摄歌女红牡丹 也计划做成有声片 在张诗川心目中 第一部国产有声影片的桂冠 已经是非明星莫属 但不曾想到 顾无为此事 不言不语 暗度陈仓 正在与日本的一家公司合作 悄悄的拍摄雨过天青 也是有声影片 而且想着 抢在明星公司的歌女红牡丹 和提笑音源之前投放市场 他的这些动作 以及背后的想法 自然瞒不过张诗川 这也让双方的关系 是更加的紧张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张诗川周见云护 和顾无为的戏班 正在南京大世界 演出新剧 提笑音源 所谓仇人相见 分外艳红 两个人不约而同的 想着要借这个机会 削一削顾无为 不仅要让他出点血 还要让他出点丑 那正是因为有了这种 让顾无为出血 出丑的想法 所以张诗川 才没有对顾无为 事先提出警告 而是直接将上告上了法庭 很快 江宁地方法院决定 受理此案 并且向顾无为 发出传票 明星电影公司 在与广东大席院的交锋中 用强硬的手段 迫使黄金融座后台的 广东大席院不断让步 最终停演 啼笑音源 对待老对手顾无为 明星公司变本加厉 采用了更加强硬的手段 决心要把顾无为 打得一败涂地 那么面对明星公司 咄咄逼人的攻势 顾无为又会如何硬 对呢 历史学者宋连生 将继续为您讲述 啼笑音源双包案 第三集老冤家 算了空子 突然间接到了法院的传票 孤为有些紧张 他是个见多识广的人 当然知道国民政府 两年前颁布著作权法 也意识到 自己未争得著作权人的同意 便改编他人作品 并且公开演出 有为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 联想到自己多年 与张诗川积累的恩怨 如今有把柄被对方抓住了 张诗川肯定不会善罢甘秋 另外张恨水的小说 啼笑音源正活着 自己的新剧开演以来一直很赚钱 如今摊上这场官司 赔钱多少先不说 至少演出将不得不停下来 这让他实在是心有不甘 但是不停演又有什么办法呢 首先想到应当去找张恨水 因为张恨水是小说 啼笑音源的著作权人 自己如果能够花一笔钱 从张恨水手中也弄一张授权书 张诗川就奈何不了他了 想到这点 他买了张北去的车票 风尘仆古的 就赶到了北平去找张恨水 他多放打听 找到了张恨水家 却没见到张恨水本人 原来张诗川前阵子 率领着一班人马来北平拍外景的时候 几番请张恨水现场指导 外景拍完以后 张诗川又把张恨水请到了上海 请他为演员说戏把关 并且许诺呢 每月给他五百元的酬金 这在当年已经是比不小的数目了 当然身为作家的张恨水 他也希望自己的作品 搬上荧幕以后 能够保持应有的艺术品位 所以呢 就随着张诗川的队伍到了上海 顾无为听说这件事情以后 又回到上海 在一家宾馆里找到了张恨水 把他说明来意以后 没想到被一口回绝了 张恨水的意思是 自己既然已经授权明星影片公司 改编电影剧本 就不能再向顾无为授权 此所谓一女不嫁二夫 另外呢 他还对顾无为未经授权许可 就演出提笑音缘新剧 表示不满 要求他马上停止演出 找作家做工作 挖墙脚没有成功 眼看自己排演的提笑音缘 又要和广东大西院的新戏一样 遭到禁言 情急之中 顾无为想到一个人 那么这个人是谁 连黄金融都很为难的事情 这个人又会有什么办法呢 顾无为在作家面前碰了钉子 心情沉重 顾无为接到法院传票的时候 我们前面讲到的广东大戏院经理 葫芦青也正在与明星影片公司 艰难交涉中 这两个人 一个在南京 一个在上海 几乎是同时遇到了麻烦 那葫芦青与顾无为 还有一个相似的地方 就是啊 他们都是黄金融那条线上的人 葫芦青的广东大戏院前面 有荣记二子 是黄金融的旗下信愿 顾无为的南京大戏 虽然并非荣记企业 但他本人却是黄门弟子 曾经啊 拜过黄金融为老头子 由于与黄金融 有着这样的一层关系 所以顾无为在接到法院传票的第一时间 也想到了黄金融 在这一点上 他与葫芦青的第一反应也相类似 但顾无为到底是一个闯荡江湖多年的老油条 他知道在当下这样的关口上 作为数大招风的黄金融 不大可能公开出面谈谈 而且他也了解张诗川的清高孤傲性格 意识到在眼下这种场合 即使黄金融出面说话 张诗川也未必会给面子 所以他并没有直接去找黄金融 而是找到了另一位黄门弟子 自己的铁哥们张善坤 请张善坤帮助想想办法 看怎么样才能够闯过这道难关 张善坤这个人可不简单 他是浙江无星人 小的时候在南京读中学 大学毕业于上海南洋工学 他在读书的时候就是个戏迷 并且呢 结识了黎原红粉佟俊青 佟俊青是京剧名名 一名宇教天 是上海大世界千坤舞台的台著虚征 通过佟俊青这层关系 张善坤认识了大世界的老板黄初九 黄初九是上海的大名人大财主 手下经营着几十家企业 涉足领域广泛 旗下企业除了大世界游乐场 还有银行 药房 烟草公司 筹布店 旅馆 浴池等等等等 被人细称为啊 是百家经理 这位百家经理初次与张善坤接触 大为欣赏 认为这小伙子有文化 有头脑 有闯进 听说他毕业以后 还没有找到满意的工作 便招他到自己旗下的福昌烟草公司任广告部主任 张善坤刚走出校门 就得到如此重要的工作岗位 真是大喜过望 他呢 也没有辜负黄初九的信任 走马上任以后 充分发挥了他脑子活能算计这些长处 把烟草公司的广告业务搞得是风生水起 使福昌公司的小奶排香烟成为与英美进口的 大鹰排和大刀牌齐名的名牌产品 有了这样的成绩 黄初九又提拔他担任福昌烟草公司经理 并且将他视为新资 这以后他也尽心尽力的为黄初九运从县策 安前马后的为黄初九奔波 时间一长 他便在上海商界获得了一个小黄初九的名号 1931年1月 黄初九因病去世 黄氏基业后继发人 庞大的企业集团 顿成土崩拔解之事 善于见风使舵的张善坤 马上转身拜黄金荣为老头子 并且运用自己的特殊身份 巧识计策 将黄初九生前视为命根子的大世界游乐场 运作成为荣祭企业 算是向黄金荣交了一份投名状 黄金荣对大世界游乐场垂涎久矣 今朝如愿以偿喜不自己 对张善坤自然要另一眼相看 黄金荣先是让张善坤做大世界董事 参与经营决策 随后又任命他做经理 当顾无为因为新剧《啼笑音缘》演出纠纷 找到他的时候 他已经当上大世界经理小半年了 顾无为与张善坤的关系可非必寻常 两个人都曾经在黄初九手下做过事 那个时候两人的关系就颇为密切 后来黄初九病逝 黄氏企业分崩离析 已经脱离黄氏集团的顾无为 劝张善坤认清实务另攀高枝 并且向他近言说 以他的资历与实力 当今之际最为上策 是投身黄金戎门下 张善坤起初有些为难 因为他不仅与黄金戎没有什么交情 还背了一个小黄初九的名号 而黄初九与黄金戎曾经竞争激烈 竟有所谓的一帝南戎二皇 这样的架势 如今自己要投身到黄金戎门下可能吗 顾无为让他打消顾虑 并且自爆奋勇 向黄金戎引荐张善坤 张善坤听从了顾无为的劝告决心 改换门庭 拜黄金戎为老头子 黄金戎听闻此事大为欢喜 立即将这位昔日的小黄初九 纳入自己的旗下 并且给予重用 而经历了这么一个件事情 张善坤也将顾无为视为知己 如今知己有难 他自然义不容辞 特别是他也算准了 张诗川的做法肯定让黄金戎大为不满 但奈于身份 黄金戎又不便公开说什么 自己此时帮助顾无为 也就等于帮助了黄金戎 所以他便决定全力以赴的 帮助顾无为与张诗川打这场官司 张善坤有意帮助顾无为 他只是黄金戎的一名弟子 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 对啼笑因缘引发的这场官司 连黄金戎都一时束手无策 他却三言两语 就给顾无为指了一条道 让明星公司载了个大跟头 那么张善坤究竟出了个什么主意呢 历史学者宋连生将继续为您讲述 啼笑因缘双包案第三集 老冤奖钻了空子 张善坤首先帮助顾无为 分析了所出的形式 张善坤认为 以明星公司对电影 啼笑因缘的重视程度 张善坤不会容忍顾无为 在南京大世界继续演出新剧 啼笑因缘 再考虑到张善坤与顾无为的历史恩怨 张善坤对此事也不会善罢甘休 想着放低姿态 说几句道歉的话 度过这一关 完全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那怎么办呢 张善坤的大世界游乐场里边 就有影院 对电影业不陌生 他毕业于名牌大学 在当年的娱乐业 那要算是高学历 对法律条文的理解与把握 自然负义顾无为等人可比 经过逐条研究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 张善坤建议 孤为去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查一查 明星公司半媒半 啼笑因缘电影剧本的著作权注册 因为按照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 著作物只有经过内政部注册 才能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 张善坤分析说 张恨水的小说肯定已经注册过了 因为出版社为了保护自己的出版物 肯定要办理注册申请 但电影业却很少有将剧本申请注册的 一般都是能影片拍完了 再到内政部电影检查委员会 申请放映许可证 如果明星公司这一次也是这么做的 孤为就可以将自己改编的电影剧本 抢先注册 到那个时候形势就翻过来了 著作权掌握在顾无为手里 明星公司要拍摄又放映提笑 因缘影片都必须要征得顾无为的同意 否则就要承担法律责任 真是听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比较到张善均的点拨 故意真是毛色顿开 他马上托人向内政部打听 果然发现明星公司并未申请提笑因缘电影剧本的著作权注册 这让他看到了战胜对手的希望 他一不做二不休 立马扶案编写提笑因缘电影剧本 他是在十月十日中午获知的消息 下午便开始浮在书案 他时而奋笔急疏 时而沾沾贴贴 晚饭凑合 吃了点 夜里又熬了一个通宿 第二天早晨便将剧本编出来了 这一方面表现了他下笔如飞 另一方面也说明剧本很粗糙 有些糊弄 这倒不要紧 因为他本来也没想着真用这个剧本去拍电影 只是想用他做道具 申请下著作权了以后 给张诗川一个有力的反击 所以剧本弄完以后 孤伟连看一遍的心思都没有 他换了一身整洁的衣服 莫迹和江户尚未全干的剧本 兴冲冲的来到了国民政府 按照归属管理的相关规定 办理著作权之兆 需要向内政部提交申请 但顾无为却先来到了监察院 找到了赵戴文 赵戴文是老同盟会会员 阎西山的首席府闭 曾两度出任国民政府内政部长 此时的职务是监察院院长 赵院长头天下午 已经接到黄金荣打来的电话 原来在顾无为赶写电影剧本的同时 张善坤已经将顾无为与明星公司的纠纷 向黄金荣做了详细汇报 并且说明明星公司并未按照内政部要求 申请电影剧本的著作权注册 如果能够帮助顾无为抢先一步拿到注册 就可以打一打明星公司的嚣张企业 黄金荣此前曾经介入过广东大戏院 与明星公司的纠纷 明星公司打了脸 如今听说明星公司又与顾无为闹纠纷 真是气不打一出来 觉得张诗川就是在故意的找茬 存心与他黄金荣过不去 出于这样的心理 黄金荣便给赵代文打电话 请赵代文呢 关照一下顾无为的申请 赵代文当时正力推 严习山与蒋介石拉近关系 在他眼里黄金荣是蒋介石的红人 又是上海帮会大佬 说不定什么时候会用上 所以对于黄金荣的请托便满口答应 如今见顾无为果然来了 便说你把剧本放我这里吧 我让内政部的人尽快审查尽快答复 当年的政府工作人员办事 大多是拖拖拉拉 甚至经常是要吃要喝要离品 但这一次由于赵院长的特别关照 内政部的人便雷厉风行起来 他们接到顾无为的剧本以后 当天就答复说申请批准了 两天以后也就是在10月13日 内政部将剧本提效因缘的著作权注册之照 发到顾无为的手里 顾无为根据别人的小说 沾沾贴贴就拿到了提效因缘剧本的著作权注册之照 这个情节确实有些诡异 按常理讲 一部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或戏剧剧本 需要经过小说作者的著作权授权许可 但顾无为的剧本并没有获得原小说作者的许可 那内政部凭什么要给他发执照呢 前面我们讲到 说顾无为在向内政部递交申请之前 黄金融曾经给监察院的赵戴文院长打过电话 赵院长答应帮忙 这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 但单凭这一条恐怕也不行 因为赵院长再热心帮忙 颁发著作权之照 总要有个大体上让人看得过去的理由吧 内政部给顾无为发执照的时候 有没有理由呢 还真有 张善坤和顾无为已经为他们准备好了 那什么理由呢 在这里啊 我们要简单的介绍一下 当年著作权法的相关内容 按照中华民国著作权法第一条规定 书及论著及说部 经注册依法获得专有重制之利益 张恨水写的小说 在当年就称之为说部 这种说部经注册可依法获得专有重制权 也就是出版再版与发行等专有权 这一条还规定 就乐谱剧本有著作权者 并得专有公开演奏或排演之权 也就是说 只有乐谱和剧本 才依法享有公开演奏或排演之权 小说或者用当年的术语讲 叫做说部 并不具有公开演奏或排演之权 那么将说部改编为剧本 要不要有说部著作权人授权呢 著作权法并没有做明确的规定 这便给了张善坤和顾吴唯一可以利用的空隙 那著作权法第十九条还规定 就他人之著作产发心理 或以原著作不同之技术制成美术品者 得视为著作人享有著作权 张善坤和顾吴唯就是利用了这条规定 说服了内政部官员 按照他们的解释 顾吴唯编写的《啼笑因缘》剧本 就是根据张恨水的小说《产发心理》 将来根据这个剧本排演电影 也是以与原著作不同之技术制成之艺术品 因而顾吴唯就是该剧本的著作权人 依法享有著作权 而且根据著作权法第一条的规定 拥有剧本的著作权人 还享有公开排演之专有权 如此一来 此前得理不饶人的明星公司 由于没有向内政部申请相关注册 就不能够拍摄电影提笑音乐 即使电影拍出来了 也不能够在影院公开上演 至此剧情发生了一个颠覆性的反转 原本是侵权者的顾吴唯 如今拿到了著作权之照 而原本执着于维权的明星公司巨头张诗川 转眼间却成了侵权者 此后的剧情会怎么上演 顾吴唯会怎么样雷权 张诗川又该如何应对呢 我们下次再讲 明星电影公司欲阻止顾吴唯在南京大喜院上演 提笑音源新剧 没想到顾吴唯却抢先注册了提笑音源的电影剧本 明星公司投巨资拍摄的电影无法上映 全部投资都有打水漂的危险 他们又会如何反击呢 下期节目中历史学者宋连生将为您讲述 反击反出双胞胎